锦绣大会第三轮比试 现在开始 曹老板 您先请 此乃纯正的皇家赤色 除了色泽够正够红之外 还在染料里添加了金箔印花 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 此等布匹适用于皇宫内的大型庆典 苏家的染色工艺果然非同凡响 此块布料实乃天宫之处 袁大人 您看看 本官在宫市局这么多年 还是头一次见到如此纯正通透的染色计划 苏老板 好工艺 谢袁大人夸奖 谢老板 您也就别等着了 快把你们家的宝贝亮出来 给大家看一看吧 遵命 这就是你们谢家拿出来笔试的布料 正是 谢老板 您家的这块布还真是朴实无华呀 是 既然二位老板已经展示完毕 诸位大人可以开始投票了 高大人 草民尚未展示完毕 此种布料需披至身上方能展示 顾在下做了一件简易的披风 可否劳烦之事起身为我施衣 能否再请您转一下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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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好 虽然 跑 你 能否则 要怎么定 能否则 你 能否则 这可真是 能否则我此敬虑呀 谢谢 好好好 在下从事染汁液已数十年 从未见过如此糊粮 请问谢老板 这款糊粮是如何染成的 不瞒诸位 这种染色技法 应该为我们谢家的独媒秘方了 因造价极高 一直为能被投用 但前几日 受到我家小妹的一些启发 才坐入成品中 此种技法能重见天日 还多亏了我家小妹 此种技法工序十分地复杂 我们日后也会加以改进 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汇集百姓 不够泄露 你们似乎跑题了吧 此步虽然神奇 但是五颜六色的 和赤有何关系啊 这有什么关系啊 谢家的步虽好 但是偏离的主题 实乃可惜呀 高大人 谢某有话要讲 赤乃七色之首 在这一块布皮里 我们将七色幻化为赤 又将赤延伸为七色 谢某认为 这是对赤最好的诠释 为此 我们将这种布皮 命名为幻彩罗 有力有力 真是有力啊 好一个幻彩罗 真的是巧夺天功 美轮美幻 谢老板 虽然说 你的染色技法高超 这块布皮 也算得上是上乘之作 但是就如苏老板所说 偏离了赤之主题 对不住 我们不能叛逆 本官宣布 此次锦绣大会 请吧 还未投票 怎能判定输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